很多人说他不会跟你这有关有关系 可是要注意 刚刚我们前一位就特别提到了 包括我们今天在伴侣盟 我们的徐理事长也提到性行为的问题 今天的性行为是不一样的 它不是属于一个自然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告诉我们 你可不可以不要提性行为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 一个同性伴侣关系是建立在一个性行为 还有在建立在性行为之上的一种伴侣关系 而这个性行为所产生的方式 是跟他的器官使用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个 我们为什么要一个立一个法 去特别鼓励保护或者说是加许 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性行为跟性关系 这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质疑的 而且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这相关的学者专家都有提出这样子的质疑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回应 就是说婚姻它究竟对于每个家庭有没有冲击 那有没有冲击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麻州在五年之内 17岁的女孩子 她尝试同性性行为人数就增加了一倍 那在这样子 她有这种学习模仿的效应 这样子对于我们的家庭 我请问你 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父亲 当孩子变成同性恋者 她本来是异性恋 母亲父亲会什么样的感觉 有母亲就到我们这里来哭诉 她的孩子是一个异性恋 她长得很帅 可是到后面 她在情感创伤之后 她就变成了异性恋者 她痛不欲生 她把儿子给杀了 然后她说我要自杀 以泄我们这个家族 我们听到的都很难过 请问你孩子 有一天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你会敲锣打鼓 张灯结彩 去庆贺吗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异性恋家庭 他所担忧的 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不讲法理 我们是在讲 事实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 它确实存在 我们碰到了这里的家长 当他有一天 他的孩子 因为你们法律通过之后 他从一个异性恋者 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 请问他会不会跟 他儿子 而且因此而断了后代 请问他会不会找国家 找立法院 找委员们算账 现在为什么有些 我们中南部的朋友 听到他们要去做罢免 我们说我们互相谋 不做政治议题 可是我们听到这个 我们会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 他们感觉到他家庭 岌岌可危啊 他感觉到家庭 我家来的我的子子孙子 我可能儿子不会变同性恋 我可能我孙子有可能 怎么办 每个家庭不希望 自己孩子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我们遭遇到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他今天不是有特别用法理 去做什么 大家法理可能讲不清楚 可是这些事实存在的事情 我们能够回避吗 这些事情我们有办法解决吗 刚刚有提到早上 他说称谓 法律称谓跟实际上称谓 没有冲突啊 我们看得到真的没冲突吗 请问 今天两个女的或两个男的要结婚 他有没有办法称为夫或妻 第一个夫或妻的名称就没有了 第二个 以他的爸爸妈妈来看这一对 男的女或者女的 请问爸爸可以叫儿子叫做媳妇吗 他的带来 我今天带一个男的来叫媳妇吗 妈妈看到或者爸爸看到女的 你能够叫女儿叫女婿吗 是不是没有了 这是现实吧 有一天他能够代理孕母 人工生殖或者他收养 请问他的孩子称这两个男的 或两个女的 他能叫爸爸妈妈吗 这是现实 这个不是说我们用法 法律是法律归名词归名词 这个你称爸爸称妈妈是另外一个 这是现实在发生的 都没有了 将来你的家族怎么排列 这个都是一个现实 我们都不讲理论 请问再来讲到 今天的双方 到底双方的定义 有没有非常明确 错 没有错 他说原来不叫男女吗 也没有定义很清楚啊 是不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可是现在发生什么 现在发生美国佛罗里达州 他的一对夫妻 这个女的要跟另外一位女的在结婚 他申请要合法结婚 请问你国家要不要给他结婚 这两个法不一样 一性的他还存在 他有两个孩子 可是他同时要跟另外一个女的去结婚 你要不要给他结婚 是不是双方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 是不是准用一条 可是这些将来 我们现在看到 不是一个滑坡理论 而是现在已经在发生的 瑞士通过同性婚姻法之后 瑞士国会立议员 也就是立法委员 他已经开始要求把 近亲结婚要除罪化 他说如果同性恋的婚姻是可以的 请问妈妈跟儿子结婚 会更不自然吗 这个事实际上发生的 我们都不讲理论 请问现在澳洲有一个人 要跟摩天伦结婚 可不可以 我们也想说很多人觉得很好笑 这是事情在发生的 美国有一个男的要跟50部汽车 请问当然了 我们是讲事实 你会看到这个法理具有平等性 可能觉得很好笑 因为这个已经提过 以前都觉得很ridiculous 可是现在是发生战 请问你法理如何的去解决 另外呢 讲到收养的部分 现在收养我们来感觉一下 你如果生长在一个两个爸爸 或者两个妈妈的家庭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他是不是有 你别人要歧视你吗 社会要给你不一样的吗 社会会言语暴力你吗 不用啊 孩子自己会觉得 我怎么样生长在这个家庭 我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这些很多孩子出来作证 这些有成 几十个都在全球各地 他们去证明说 他们在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的时候 告诉你们 我们就是觉得自己自卑 我们觉得很害羞 不敢站出去 因为我们的父母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收养的部分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 他已经之前有个异性恋的婚姻 他已经有孩子 你今天进入到同性婚姻 我觉得你只要有血缘关系的这种收养认领 我觉得是孩子可以接受的 可是对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我们是完全坚决反对的 因为孩子的感受 我们必须站在孩子的立场 去思维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么多的 我念一个给各位看 各位了解吗 在这个里面的做了研究报告 婚姻家庭的家庭结构 两个母亲收养孩子 他们彼此互相妒忌 互相的竞争 去征求孩子的这个对他的认同 然后呢 第一个 第二个 女孩子 子女少掉了两性之间的这种平衡 很多的孩子要从父亲或母亲身上 学到不一样的性别的待遇 他缺少了一方面 第三个 同志之间的忠诚度不够 他们经常患伴侣 难以伟生长期的关系 请问孩子将来怎么办 第二个 子女扶植的关 同志婚姻的关系不稳 导致收养子女 他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 他的学业表现比较差 那么父母潜移默化 对子女 他会影响到他的性行为的选项 而且第三个 同性的父母会影响孩子对于性取向 性别认同会产生一个问题 第三个大点是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第一个就是同志家庭受到 不正不正不当的性接触比例偏高 第二个同志家庭的子女常常有不良的犯罪跟行为 这个都是有数据统计的 而且女同志家庭的女儿成为双性恋的几率非常的高 他是一个30 一般同性恋家庭受养的孩子 他在于性行为取向成为同性恋者 是百分之三十 而一般的一性恋家庭只有百分之四 这是一个统计数据 我们了解说在这个很多方面 同性受养的家庭 我们为什么只想到父母自己的立场 我们有没有替孩子想到 我们做父母的难道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吗 澳洲的孩子就告诉他 我不是你的礼物 不是你的奖品 请你不要把我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们求求各位 不要把我们的孩子的利益 漠视他们 请不要把我们将来的子子孙孙孩子们的利益 忽视掉 设身处地的去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考虑他们 我的今天分享到这里 谢谢